二百多億賣了幾千億的資產給領會 讓他發達 現在都已經將他大約百分之三十以上的 買回來的資產拆受了 還有七百七十 又上大陸做生意 其實很簡單 給他錢發達 我聽到這麼多這些業主說他違規 說他不按比例 大家在這裏掃誤中罪的苦 大家要留心一件事 他寫明要跟這個承規條例 要跟這個那一個說明 領展要遵守 領展賣給下一手又要遵守 下一手再賣給下一手都要遵守 否則就當契約無效 我想問他有沒有執行過呢 沒有什麼沒有罰則 即是說啊 即是領展可以跟他說 這個機會 你一定要做好戲啊 我告訴你啊 然後就對那些小業主也好 對法團也好 對小商戶也好 一於不管 那我的意見很簡單 你說回購太貴嘛 立例啊 有罰則啊 如果 如果 領展或者後來的買家 是不能夠去做到他們的契樂 不能夠履行這個房委會 根據這個房屋條例 提供到合適的服務的時候 有沒有罰則呢 這是第一 如果立法會的議員 是要修改法例的 就直接有罰則了 有罰則他就知錯 房屋委員會為了 去保護公屋居民 和屋苑的居民 的一個政府行為來的 可以立法的 第二 第二 你拿了二百億 你退稅了 退四百多億 去年 你就拿了二百億出來 做一個法律基金 如果現在好像這個瑞和院 他 要打官司要十億的 政府有個基金在那裡 你申請了就打 就是特別的發援 那就是以指之矛 公子之盾 你要去製作 這個普通人 不是靠你的官僚 去說兩聲 帶你去看 你都不敢說 因為很簡單 資訊不平衡 這個財產不平衡 你靠那些小市民 去和領會鬥 一聽到說打官司 都死了 所以 葉劉淑然 不用做那麼多事情的 叫政府 做一個 當年收回來的 二百多億 做基金的一個法律基金 幫了所有受害的人 見一鑊打一鑊 這個真的要講俗一點 我又不信領會 就是可以繼續這樣 逍遙法外 或者是好像建華 那些事物 你說就說 我不承諾契 我不承諾契落 那你怎樣呢 這個是我覺得最公道的 說法 你拿回 取資民 用資民 拿了二百多億 拿回二百多億出來 你現在這麼有錢 就打 政府的行為不行 你就資助 那些受害的人 去製助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 非常公運的 說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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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